我注意到你提到的这份报告 根据报告 福特台风黑客组织 实际上是没有国家和地区支持背景的 勒索病毒的网络犯罪弹火 暗黑力量 种种的迹象显示 美国情报机构 网络安全企业 为获取国会预算拨款 政府合同 合谋拼凑所谓的证据 散布中国政府支持 对没有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 众所周知 美国才是最大的网络攻击的来源地 是网络空间安全的最大威胁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些人贼喊作贼 把网络攻击溯源 当成打压中国的工具 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 严重侵害了中方的合法权益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对中国的网络攻击 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